邱太平是不是讲出了大白话 但是实际上到底现在中华民国的宪政体制 是已经变成总统制了吗 如果说没有的话还是双手掌制 那总统以及行政院长就应该要尊重现在的宪政体制 尤其我们过去常讲说赖清德任命卓隆泰 而卓隆泰好像不像行政院长 而是像赖清德的秘书长或幕僚长 现在是不是更坐实了 其实秘书长跟幕僚长根本就没有办法了解 整个行政体系的一个作业 而赖清德可以直接跳过行政院长来指挥部会首长 如果真的是如此的话 那是不是绝对的权利也应该要有绝对的监督 所以赖清德总统是不是应该要考虑 要到立法院来接受国情报告 这才是真真正正的权责相符 也才能够真真正正的达成行政立法的监督制衡 所以我们还是再次呼吁宪政体制一定要遵守 而中华民国宪法说得非常清楚 双手掌制就应该要互相尊重 内阁阁员的相互批斗相互挑拨 终究非国家之福 从这个问题可以看出赖总统清德兄 他用人总是喜欢从自己的口袋去找人 可见他的口袋不够深也不够大 出了问题也只能震怒责骂 这终究非国家之福 我们的国家文官里面有很多优秀的人才 各界的学者专家也有好的人才 民进党内部也有很多蛮不错的人才 只可惜他不愿意用 因为不是自己的嫡系 不是清新 建议赖总统清德兄 应该要更扩大范围来为国举财 这才是国家之福 卫福部长邱泰源 他在公开活动里面去爆料 说赖清德总统曾经亲自打电话 去骂环境部长彭启明 说怎么没有释出足够的资源 给医疗验所呢 这样子的一个爆料行为 其实暴露出现在的那个很不团结 因为邱泰源怎么可能在公开的活动里面 去爆料说彭启明被骂 难道今天邱泰源你是大部长 而彭启明只是一个小老弟吗 这样完全不符合一个官场的伦理 另外一方面 这也暴露出赖清德 你是不是一个太上行政院长呢 因为有关于减态的问题 并不是国防外交两岸的议题 应该由行政院长来调和顶奈 怎么会由赖清德总统 你亲自来打电话 是不是你的常备管理 这个备时塞生的太长了 那么卓隆泰到哪里去了呢 这真的做时原来 赖清德才是真正的太上皇行政院长吗 医疗院所减叹的争议 那引爆的是往内互打吗 因为据说这个赖总统非常不满 而且甚至致电骂环境部长 当然现在大家也来批评说这个是不是太上院长呢 好我们来看到的是卫福部长邱泰元 在昨天他就出席了台湾医务管理学会的年会 就谈到的是医疗机构ESG的相关的议题 那ESG就是永续的一些相关议题 并且也提到了说非常多的国家都是把部分的碳费收入是拨给这个医疗领域 帮助医院要执行ESG的改革 但是台湾目前是没有这样的规划 认为说这个问题是出在环境部 没有给医疗院所足够的资源 让医院执行净零减碳 而且他还进一步的透露说 赖总统还曾经致电骂了环境部部长 那么邱泰元他现在就强调说 卫福部要争取的是碳费 帮助医院减碳 而且是一定不会放弃的 好不过对于这个邱泰元这样的说法呢 现在行政院有个最新的回应 行政院的回应是说 邱泰元强调的是内阁团队的施政效率 以及求好心切 没有所谓的负面的批评 那么当事人这彭启明他又怎么说呢 彭启明他就说 这个总统他是关心的致电 不是外传的说被骂了 好他说行政院帮忙澄清 是内阁团队的求好心切 那邱泰元就也来帮整件事情 他又再度了来解释 他就说他跟彭启明是非常好的朋友 彭启明有非常多的一届朋友 沟通无碍不太可能 也因此有外界猜测的是 有一些嫌隙的部分 而来应的立委李燕秀 现在就说了 微服部的决策 还有这个态度很消极 那环境部也不给资源跟辅导 难怪呢总统现在生气 他认为也是非常的合理的 好王鸿威他只是说 收贷员在外面邀功 不惜把同等级的彭启明 打成跟小弟一样 所以代表政府根本就不团结 那现在赖清德内阁是不是 有所谓的茶壶内的风暴呢 那部门之间有沟通 很混乱 他们都是内阁首长 应该在内部要好好沟通 那为什么 是在年会上 直接这样讲 是不是摆明了 就不给彭启明面子呢 那王鸿威他也进一步提到说 内阁自身不团结 要沟通的应该是行政院长 质疑赖清德总统的长臂管辖 真的太长了 是不是真的坐实了 赖清德是泰上行政院长 这样子的说法 环团现在也发表声明 他们就表示说 也认为卫福部争取 碳费拨入医疗资源 医疗领域不合理 而且减碳的责任 现在全部推给环境部来负责 是不是谢责呢 毕竟减碳 好这个领域非常的广泛 应该是各个部会 要来一起合作商讨的 那如果全部推给了环境部 那环境部恐怕也觉得 不太公平吧 皮温媒体联合报 现在进步分析说 其实这些话除了显示出 邱泰源不顾行政伦理的 自大作风 还暴露了他对医疗院 所深度减碳的无知 如果期待说 这样子的环卫福部 有这种近邻永续的思维的话 那真的是原目求鱼 基于行政伦理部会之间 如果说意见相左 或者是有局语的话 通常是在内部先沟通 或者请更高阶的长官 要来协调化解 邱泰源和赖总统 都是出身一介 当然关系是很密切的 可是在大庭广众之下 这样子骂其他的同事 其他的部会同事 真的好吗 真的很像是小学生 向老师告状 结果呢 同学被老师处罚 沾沾自喜 邱泰源真的 是不是以老大自居 那把环境部长看作 小弟一般的羞辱呢 朋友都知道我是很挑剔的 防晒乳 我选KS皇家呵护 抗光清爽高防晒凝露 因为它有媲美 蓝光神盾的炸灶之翠 保护我在阳光下 用款肌肤老化 维持青春弹力 可以防御工作环境里的 3C商品 各种包园对肌肤的伤害 擦起来清爽不黏你 我特别喜欢 它做到海洋友善 365天 天天抗光抗老化 是我的保养日常 你呢 呵护你 呵护全家人 专属你的KS Royal Care 抗光清爽高防晒凝露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